好 好 好 隨著快時尚的出現 走在台北東區 隨處可見 漂亮且便宜的衣服 你會想買一件回家嗎 台灣福時也蓬勃發展 賣出的衣服逐年攀升 讓我們來問問 一般民眾平均一年買幾件 10到20 10幾20件 大概20件以內 第80件吧 560 560件左右 民眾一年買這麼多件衣服 卻時常發生這樣的困擾 怎麼都沒有衣服可以穿啊 其實還蠻常這樣覺得的 因為就常常覺得 衣服比較不夠配啊 可是我的衣櫃已經塞滿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想只是單純丟掉衣服的話 可以這麼做 打開社群平台 找到二手衣物相關的社團 在上面寫出想要更換的衣服 完成貼文後 就可以等待他人來詢問 交換衣服的事情 收到包裹 拆開後 你看得出來他們穿的是二手衣嗎 衣物交換不只是環保 對交換者也有不少好處 交換他我覺得還不錯 一方面雙方都可以拿到新衣服嘛 那舊的衣服也可以被利用 舊衣回收的量逐年攀升 如山一樣高的舊衣對回收來說 卻不是件好事 購買的價格便宜的時候 衣物品質相對較差 消費者也比較不會珍惜 導致品質差的廢棄衣物暴增 現行對於二手衣的永續與環保 依舊是一個難解的問題 不過透過二手衣交換 能縮短二手衣的里程 更能減少碳排放量 記者陳柏睿 柯佑珍採訪報導 記者陳柏睿 柯佑珍採訪 記者陳柯佑珍採訪 記者陳柯佑珍採訪